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有房时评的飞云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高级建商 Tor Brothers的豪华样板间 一个小而高级的社区 它总共只有一千套房子 这套样板间在Cypress最好的地段 为什么说它是Cypress最好的地段 因为它开到290只要两三分钟 去到奥德莱斯五分钟 所有的包括购物 医院 超市 都是五分钟范围内 这套豪宅它的面宽是80尺 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要建一个户型 是要选一个80尺面宽的地 那它是五房 五个半位 双层有两个楼梯高条厅 它是两个车库 四个车位的车库 建筑面积5262尺起 当然看你要怎么去升级 您可以升级到大概5600尺 像这个样板间它就是5600尺 起步价是85万美金 也就是说我们85万升级大概到手的话 会是在105到110万不等 如果是说要做成跟样板件一模一样的话 大概在130万到140万之间 一起去看看吧 它的这个门不是双开门 但是是超级宽的一扇大门 像我这个力气比较小 要花老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推开 因为它是一个铁门 那一进来就是非常非常宽的 入户非常的明亮 这个房子 虽然它前面已经 右手边已经放了家具了 但是还是挡不住 就是这种宽的霸气的走廊 在我们的左手边是非常霸气的书房 这书房非常的好 双开门 它的地板是木地板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颜色 在我们的右手边 这边是到达车库 因为这是一个四个车位的车库 所以前面一个旁边那边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那边很漂亮那些移门 实际上它是未来是车库 现在是办公室 这是楼下的第一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卫生间 哇不错 这是楼下的套间 所以它的细节的都是做得非常好 像这些这种纹都是需要很高的成本来做成的 设计感非常的强 左手边是主餐厅 它这个主餐厅是长方形的 虽然是说现在放的是八个位 但是如果是家里有更多的人 完全是可以拉长的 左手边是现代风的楼梯 往右手边走是投影室 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就是投影室会放在一楼 的确它的使用率会高很多很多 因为调查中就是二楼如果是放在二楼 基本上如果是除了孩子们的社交啊 基本上是用不上的 这是它的半个卫生间 非常方便 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玻璃窗 这是一个大落地玻璃窗 然后这边呢有门可以进去 这是它的酒房 就是可以放酒的 那如果是喜好喝酒的朋友 或者收藏酒的这个是非常棒 朋友一来不管是从这个走廊这边 或者是说从客厅这里都可以一眼 就可以看到你收藏的高级酒 客厅客厅是拱形的高挑厅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设计在豪宅里面 前面呢是山上大的遗门 落地的遗门上面呢还有四个窗 所以这个房子特别的亮 它的厨房是超大的开放式的厨房 像这种豪宅 它的冰箱啊就是制作的 它会比我们平常的冰箱要宽很多 这是它的微波炉 那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到达厨房 那这里呢是一个倒台 如果就是我像我们华人可能会想要第二个厨房 就是里面炒个炒个菜呀 或者炒做个辣菜呀 是可以加装厨房的 台面呢用的是非常高级的大理石 非常漂亮 有一点这种墨绿色的 这个炉头是不是很豪气 是家里来再多客户客人都不用担心做饭的事情 它是两个烤箱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早餐厅 早餐厅比很多的主餐厅都要大 比很多的比如说三千来尺的房子的主餐厅还要大 那也是山上大床非常的非常的亮 它后面的是湖 所以这个风景特别的好 我们去到主卧 主卧它的玄关就非常的长了 隐蔽性是非常好的 可能你来了个客人 你不知道这个主卧在哪里 所以这个效果就达到了 高挑厅 实实的高厅 超大的窗 它的整个房间啊 它是做了像这种木板的 所以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 而且看得非常的豪华 继继继续往里面 那以往我们看到的主卧的卫生间 它就会有一个双开门 那这个的它是有个玄关的走进去 是不是非常高级 有点感觉来到了七星级的酒店 有没有 在我们的左手边是主卧的卫生间 双台 然后独立的浴缸 它有一个大窗 当然您可以选这种透明的玻璃 也可以选那种磨砂的 如果是这种的话 您就要加个窗帘 超大的淋浴房 所以它这个淋浴房呢 它就有两个花洒 也就是说可以供两个人洗澡 同时洗澡 当然虽然 可能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是可以的 马桶间 对面就是衣帽间 衣帽间是双开门 所以像这种豪宅呢 它就会想的比较周到 它是坐到顶的 也就是说利用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里呢 就是去到另外的第二个车库 那也这个叫MAD 也就是说路户的一个玄关 这里就是洗衣房 那这洗衣房呢 那它就有水槽 实际上还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我认为 像我们华人啊 就是洗个东西 还是很方便 它这个柜子都做了 做了很多柜子 所以它利用的空间很很多很大 当然做的也是非常豪华 它用的是这个非常高级的 石英石的台面 这道豪宅实在太大了 5600尺 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看完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分个上下集 这一集就到这里 咱们下一集继续看这套豪宅 最后就更像是重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